据当地媒体报道,近一段时间,西班牙BBVA等银行在未提前通知用户的情况下,大量冻结或强制注销华侨华人账户。问题发生后,西班牙桥界团结一致,理性维权。 据中国侨网2月20日消息,西班牙人民权利监管委员会也已向西班牙经济部下属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总秘书处发起一项例行调查程序,要求提供有关BBVA银行冻结中国公民账户的文件信息。 为维护在西华侨华人权益,70多家侨团组成维权侨界联盟,向西班牙政府申请了抗议集会,并得到西政府的批准。 2月15日,数千名侨胞聚集在马德里市中心的BBVA银行基金会总部门前,挥舞中国与西班牙国旗,手持横幅,抗议银行冻结账户。 这是西班牙华侨华人群体第一次举行如此大的集会,引发当地主流媒体广泛关注。 当天中午12点整,抗议活动准时开始。 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主席毛峰先生首先用中西双语宣读了抗议公开信。 他表示,坚决支持西班牙政府和各机构打击洗钱的行动,坚决反对一切犯罪行为,但是也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反对某些银行打着反洗钱的旗号,来侵犯普通居民拥有的合法权益。 整个抗议集会持续了两个小时,抗议集会期间没有出现任何暴力骚乱或类似事件。 舆论压力下,BBVA银行高层通过中国驻西班牙使馆联系桥接代表要求会晤。 该银行已承认,在解冻中国客户账户方面,相关业务的办理确有延迟,他们确实把事情搞砸了。 2月16日,BBVA银行公开向中国客户致歉,并表示将加速解冻约3.5万个侨报的账户。 西班牙人民权利监管委员会人民卫士委员会委员长,已向西班牙经济部下属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总秘书处发起一项例行调查程序,要求提供有关BBVA银行冻结中国公民账户的文件信息。